张大人对宁儿又有什么心思 此等原意有损姜姑娘的名气 还请大人 她是个傻的 所有心思写在面上 旁人看不出也就罢了 你张哲 当真不知 我与姜姑娘如何 那也是我们二人之事 谢大人 凭何同我讲这些 就凭我是她的先生 师徒有伦 可谢某无拘 你 薛元 再不速速撤兵 就要出真正的太子 要不然的话 我就让你也尝尝丧死之徒 我的儿子生为大秦而生 死也该为大秦而死 爹 宁儿你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 坏的该杀 蠢的更不能留 不过你愿别也虔诚 你已经在我身边 倘若还有下次 你再绞入居中破坏我的好事 我先收了你的命 江尚书托吕显传信过来 说宁儿的生辰快到了 先生的意思 是要给江姑娘亲生 从前的谢绝 可不像是这种小事 还有关心的人哪 身处这种境地 还想着给姑娘过生辰 不正常 绝对不正常